三月初四是贵妃的生辰 各宫都热闹得很 位分低一些的 卯足了尽想弄出点别出心裁的礼物献上去 讨贵妃一笑 位分仅次于贵妃的 便瞪大了眼睛看热闹 巴不得出点什么差错 而这些同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虽是皇帝的女人 却并无位分 也从没见过皇帝 入宫三年 还只是个秀女 倒也省了心了 不过 我有别的事要忙 我必须在宫门下要钱 将我这半个月做的秀品 送到太医院的孙太医那里 她每个月这个时候 要去给柔飞请平安麦 会经过御花园 我只需要在那里等着 便可以偷偷将东西交给她 让她出宫 帮我换些银子进来 在深宫里 像我这样无宠的公妃 没有银子 简直寸步难行 可这日 我刚将东西交给她 回洛霞轩的路上 便下起了大雨 我一路小跑回去 还没来得及进去 将这身宫女的衣裳换下来 便听到后头传来一道尖细的嗓音 带着怒气对我道 跑什么呢 叫你好几声了 还不去收拾院子 陛下要避雨 这是陛下身边的总管太监 刘公公 我吓得立马将头低了低 随后迎着雨 屈膝朝来人行了礼 道 是 说着 不敢多留一刻 便连忙进了屋 收拾起来 可是 再怎么收拾 还是寒酸得厉害 内务府从来不管我 这里头 现在别说茶 连热水都没有 这雨下得 未免太不是时候了 居然招了这么个活菩萨过来 果然 那道明黄色的身影进来后 连坐都没有坐 更没有看我 只是在眼下站着 我站在后头 身上的衣裳湿透了 不由自主地咳了一声 然后便感觉到 有一道目光长久地落在我身上 过了好一会 这道目光的主人才开口 嗓音清润好听 却极具威严 你是这儿的宫女 我身上还穿着宫女服 除了是 也没有别的答案了 若说不是 那么旁人便会想 好好的一个秀女 为何会穿着宫女的衣裳 还私下出去了一趟 去干什么了 又见了什么人 我想着 反正我跟皇帝以后 也不会再见了 低声应下来 他似没想起 这里住的是谁 声音中带了点不悦 问 你的主子是谁 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是皇帝 九五至尊 无论去哪 所有人都该出来拜见他 而现在 洛霞轩的妃嫔 居然避而不出 只让个宫女 在这里唯唯诺诺地伺候 我暗暗呼了一口气 深觉大祸临头 我刚诚惶诚恐地扣了下头 准备编个理由 刘公公便先出了声 陛下 这住的只有一个秀女 姓沈 皇帝猝了下眉 她上一次大选是登基难会 已经是三年前了 只选了十几位秀女入宫 早就各自封了位份 怎么这个鸡脚嘎拉里 倒还多出来了个秀女 陛下 三年前 有个秀女顶撞了贵妃娘娘 这话一出 皇帝的神情略微正了一瞬 俊朗如玉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了然 诞生道 哦 姓沈是吧 她身边 只有你这么一个宫女伺候 我连忙道 是 皇帝顿时没了再问的性质 似乎也明白过来 这个地方为何会这么冷清了 因为她三年前亲口向贵妃许诺 这一生都不会再临性沈家女 皇帝惊口欲言 我这辈子 在宫里哪怕活到七老八时 也不会有见到她的那日 就算我容貌在出众 在如何勾引羡媚 高高在上的天子 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因为那是她自己亲口起的事 哪有为了一个女人 破例的道理 这场雨下得实在太久了 我在一旁站着 腿都快发麻了 头也越来越昏沉 皇帝也没开口 让我去换件衣裳 然后我就晕倒了 晕倒之前 还下意识扶了前头的皇帝一把 可这人太不尽人情 只愣了一瞬 便极快地推开了我 然后我就摔到了地上 再醒来 雨已经停了 我还躺在原地 姿势很是不雅 伺候我的宫女叫云雾 是我当初从沈家带来的 已跟了我十几年 她先前去了御膳房 又赶上大雨 这会儿才回来 见我这样 连忙将我扶起来 然后叹了口气 指了指桌子 给你带的粥 好在还能用绣品 卖些银子 御膳房那边 很少为难咱们 我换下十衣裳 又喝了粥 这才睡了一觉 等醒来 便听云雾说 方才与勘勘停了没一会 皇帝便在御花园 邂逅了徐贵人 这不 一觉醒来 徐贵人就成了徐劫鱼 云雾叹着气跟我说 这宫里的女人 各有际遇 百花齐放 唯独你 唯独我 不会有出头之日 我没有将这事 放在心上 随意安抚了她两句 便准备起身 躺得久了 后背疼得厉害 然而云雾却突然将一块帕子 放到了我面前 道 对了 这是你的帕子吗 之前怎么没见过 我看向她的掌心 入目所及 是一方雪青色的帕子 上头绣着竹子 绣工很好 用的是今年才上贡的赎锦 很显然 这不是我的 想到一种可能性 我的脸色白了下来 然后看向云雾 道 这可能是陛下的 云雾被吓到 手抖了一下 我敏纯 将方才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她 她问 那怎么办 如果陛下遣人回来找 我钻了下那方帕子 看着外头的夜色 缓缓道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日以后 我提心吊胆了好些日子 却一直不见皇帝的人 过来寻帕子 这才终于放下心来 然而 有一日 我正准备睡下 宫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声音又急又大 然后 我听到一道熟悉的间隙嗓音 开门 是陛下 云雾正要开门的手将住 我钻了下手心 告诉她 回去躺着 把你的外衣给我 那日 我摔到地上 皇帝和他身边的人 或许已经看到了我的模样 如今 只能将错就错了 我打开门 还没来得及开口 便听到一道 隐含怒意的声音 朕那日过来 丢了一方帕子 你看到了吗 我弯着腰 故作思索 半赏才到 可是一方血清色的帕子 奴婢还以为是沈秀女的 就收起来了 皇帝冷笑了一声 是朕的 去拿来 我的动作很快 没多久便折了回来 双手奉上了那方帕子 刘公公连忙道 陛下您瞧 帕子还好好的呢 贵妃娘娘知道了 也一定会欢喜的 我这才明白 今夜的皇帝 为何如此盛气凌人了 原来 这方帕子 是贵妃送她的 方才 贵妃问起这帕子 皇帝拿不出来 贵妃便使了小性子 还提起了近些日子 颇得圣宠的徐杰瑜 又是委屈 又是哭闹 说皇帝 根本没将她放在心上 两人就这么吵了起来 皇帝出了贵妃的宫门 便一路找了过来 我默默站在原地 将腰弯得更低了些 却不想 皇帝却迟迟没接帕子 而是凝望着我 许久后 才沉着嗓音开口 朕记得你 上回险些晕到朕怀里 抬起头来 我明白了 上一回 我摔倒后 他并没有回头看我 这一夜无风无雨 唯有明月高悬 恰好将女人的 一节号万兆的纤细至极 仿佛一伸手就能握断 再仔细看 腰身玲珑 琴手低垂 哪怕没看到脸 也能知道 定然是美的 而尊贵如天子 说出这样的话 不难猜出 是起了怎样的念头 若放在三年前 才被遣来这里时 能发生这样一幕 我应该会很高兴 可如今站在这里的我 已然经历三年冷遇 将心态磨得很平 不再妄想 不愿祈求那一点 君王的爱 更何况 他若知道 我其实是那个 早就被他厌弃的 沈家女 一定会生气 这是欺君之罪 难不成 还要再晕一次 我刚冒出这个念头 外头便传来一道声音 陛下 贵妃娘娘派人来寻您了 这话落下 皇帝轻轻哼了一声 也没再管我 道 走吧 算他还有点良心 说着 便随手拿过我手中的帕子 放在怀里护好 转身走了 经过这么一闹 皇帝又接连在贵妃宫里 留宿了半个月 可怜徐劫瑜才刚冒出头 便被压了下去 而我 大概是见多了这种事 心里竟然半点波澜都没有 有那么一瞬 觉得我如今这样 其实也不错 我母族示弱 没有背景 又注定这辈子得不到圣宠 便没有人会记得我 将我放在眼里 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春日里的第二场雨 来了 云雾发了整整一日高热 我使银子弄了几副药 却都没什么用 我便想着到御花园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遇到孙太医 我记得 他那里有一种药丸 治风寒很有用 我运气不错 倒真的遇上了 孙太医将随身带的药丸 给了我后 看了我片刻 又倒 那位昨日回来了 我抬起头 他的声音在雨中很低 又带了点无奈 他让我转告姑娘 他会想法子让你出宫 因着惦记云雾 我回去的时候 走得很快 一时没注意脚下 居然差点摔了一跤 刚站直身子 便听得不远处 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那人站在亭子里 身形挺拔 清冷如玉 隔着雨幕 他的声音 有些令人变不真切 是你 怎么总是站不稳 到阵这来 我心里紧了紧 捏着手中的伞 走过去 我能感觉到 他的心情很差 比那日夜里来找我要手帕时 还差 那时的怒意浮于表面 像是故意想让人看出来一样 现在却不同 我俯身行礼 陛下 和之前两次的前呼后拥不同 这回 他穿着长服 身边一个人也没戴 倒颇有几分世家公子 外出赏雨的模样 他看着我 像是起了什么兴致 道 今日这雨下得大 旁人都闭门不出 你却跑了出来 还走得这么急 是要做什么 说完 他并没有等我回答 便轻轻地笑了一声 罢了 当朕没问 我微微松了一口气 正想告退 他却又开了口 朕跪为天子 富有四海 你却不想做朕的女人 为什么 他看出来了 那日他让我抬头时 我的迟疑 如今他让我敬钱时 我的不愿 我应该否认的 告诉他 并没有这样的事 我是愿意做他的女人的 可我抿了下干涩的唇 正因如此 奴婢不敢冒犯陛下 正因他太尊贵 太遥不可及 皇帝愣了愣 似乎被取悦到 笑了下 朕姑且信你这一回 去吧 明日夜里 朕在这里等你 我的脚不顿住 道 是 这一次 他依旧没有看到我的模样 可却一眼认出了我 还让我明日再来 或许 这只是他随口说出的话 明日我来了这里 根本见不到他 可他是天子 他说了 我就得照做 而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 这日是他母妃的忌日 皇帝的生母 是当年冠绝天下的荣妃 听闻他其实早就有了心上人 却被先帝强留在了宫中 然后生下了如今的陛下 陛下尚且年幼时 荣妃便郁郁而终了 此日 我来时 皇帝早就到了 他身旁依旧没有任何人 我一路走来 也没瞧见宫女或者太监 显然 皇帝早就吩咐过了 今日 此处只会有我跟他 他覆手而立 并没有回头看我 而是自顾自地看月亮 许久后 才道 你过来 到正面前来 我本来想过 要不要在脸上做点手脚 可走出洛霞轩的那一刻 到底又改了主意 将脸上的红点子洗掉了 在他面前耍心眼 太冒险了 越是这样 才越显得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伸出手 扶向我的下巴 然后微微使了些力道 将我的脸 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他眼前 看清我的模样 他的眉目微凝 神情也变得晦暗不明 手却依然放在我的下巴 并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过了好一会 我才听到一道轻笑声 他的眉目 也渐渐舒展开来 又不丑 为何不敢让朕看 我不知 高高在上如天子 为何会有兴致 逗弄一个宫女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临走的时候 他垂下眼睫看我 唇角擒着一抹笑 问我 你叫什么 朕许你一个前程 准你来御前伺候 如何 我恶然抬头 看清她忧深的眼眸 这对一个宫女来说 确实是极好的前程了 可我的真实身份 是四品官家的庶女 她曾亲口说过 此生都不会再宠幸我 当初我被皇帝 宴气一事传到宫外 沈家下得连夜便让人 给我递了话 说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 让我在宫里安分守己 不要再招惹不该招惹的人 我姓沈 单名一个秧字 千灯照夜 亭上有风起 今夜的皇帝 很有耐心 他见我不答 又低声问道 不愿意 我深吸一口气 突然跪下来 道 不是奴婢不愿意 只是奴婢跟了沈秀女这么久 主仆情深 实在是舍不下她 皇帝似乎没想到 会是这么个答案 拧了拧眉 然后伸出手 将我扶了起来 她的手有些冰凉 同她的人一样 画质此处 高高在上的帝王 终于淡了情绪 她悠悠道 她倒也可怜 她的神情冷峻 却又像是有些动容 也不知是不是想起了 那座破败的宫殿 还有五宠的秀女 可能会在宫中经历的种种不平和搓磨 她笑了下 声音温醇 那你便先跟着她吧 我被她轻握住的手 一瞬间变得僵直 这句话说得磨棱两可 我却有些不安起来 我回去的时候 腿都是软的 谁能想到 三年都见不到一面的人 短短几日 连着见了三面 今日 还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实在让人胆战心惊 不过幸好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见过皇帝 因为宁平有了身孕 这是皇帝的第一个孩子 自然马虎不得 所有人都说 若真能平安诞下孩子 宁平这次 恐怕要风飞了 选秀那会 众多秀女中 唯独我同她的家世最差 被分在了同一个院子 她性情温和 我常常为她出头 一来二去 便有了些情意 后来 她被照姓 我一宫便再也没见过了 云雾说完 不由感慨道 谁能想到 当初那样不显山不漏水的一个人 能走到今天 是啊 贵妃独宠多年 盛气凌人 这些年来 谁能在她眼皮子底下 怀上孩子 偏偏 宁平做到了 不止如此 皇帝还亲自下了旨 让后妃们为宁平天福 送些自己亲手做的东西 往年倒也没我什么事 可这回 皇帝却突然问了一嘴 宫里是不是还有个秀女 此事 知会那边一生 我思来想去许久 秀了个最不容易出错的平安符 送去宁平宫里的时候 郑冯贵妃从里头出来 她同三年前 并无任何不同 依旧被簇拥在人群里 高傲美貌 风华绝代 只是 她的面色不算好 看见我时 只冷淡地瞥了我一眼 便收回视线 仿佛从来不认识我一般 或者说 此刻的我 在她心里 根本够不成半点威胁 远不如三年前那般 让她如临大敌 见到我的第一面 便决心要僵士闹大 逼得皇帝许下了那样的诺言 我在外头等了整整一个时辰 才有人出来告诉我 说宁平正在里头陪陛下用膳 只怕没空见我 怪不得贵妃 方才会那样生气 沈秀女 还是改日再来吧 我早知道 不会那么顺利 也没多说什么 便硬了下来 却不想 才走出没几步 却有人从后头追上来 是皇帝身边的那事 看起来年龄有些小 应当才在狱前侍奉没多久 他叫住我 陛下方才知道您来了 特意叫奴才追过来 跟您说句话 陛下说了 您身边伺候的宫女 是个机灵的 叫您好好善待她 将来少不了您的好处 我含笑应下 然后亲眼看到皇帝的鸾架 就停在不远处 他背对着我 身影疏离而冷淡 方才来寻我的那位 那是此刻到了他跟前 不知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皇帝居然笑了一声 然后轻抬了下手 不必让他过来了 走吧 亲眼看到他离开后 我又折返回去 再次求见了宁平 后宫美人如云 秀逸精湛者 亦不在少数 可此次向宁平献离 却只有我的平安符 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来给我送赏赐的 仍是那日的那位内侍 他送完东西 并没有立刻走 而是看了眼 我身后的云雾 看完 似乎又有些不解 很久后才提点到 此番陛下赏了您 这么多东西 秀女这两日 若得了空 可做些糕点什么的 让身边的人 送到御前谢恩 我点头 这是自然 他前脚刚离开 此事便在宫里传遍了 免不了 又有人提起了 三年前的事 只是到了夜里 这些便全都被压了下去 众人笑笑 道皇帝这次抬举我 其实是打一巴掌 再给磕早呢 因为宫里放了消息 说是封将军得胜海朝 皇帝龙颜大跃 要大赦天下 跃末的时候 宫里也会放一批宫女 和没成过宠的 公妃出宫 建朝几百年 放位成宠的公妃出宫 这还是头一遭 名册上 便有我的名字 却没有云雾的 可他其实比我还要大几岁 早就到了出宫的年纪 此日我去了趟御膳房 这回我没有使银子 只提了提要谢恩仪式 他们便将厨房让了出来 还给我挪了两个打下手的 等做完糕点 已经是午后 我没有穿宫女的衣裳 而是换上了自己的宫装 到了御书房外 外头站着的宫女告诉我 皇帝还在里头跟人议事 叫我进去 在隔间里先等着 我一进去 隔着屏风 便听到一道极为开怀的笑声 他们也无意遮掩 声音不算小 皇帝的声音不疾不徐 带着笑意 朕道你为何这么多年 都不愿意成婚 原来是看上了他 这么说起来 朕当年一诺 也算是成全了你 正好 朕这些日子 也早就有将他送出宫的念头 如此一来 倒是两全其美了 你我君臣多年 你这个人又孤冷得厉害 难得有个喜欢的人 朕一定成全你 殿中香炉缭绕 我默然抬手 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嗓音 像鸡玉般冰凉 三年未见 臣想知道他如今可好 皇帝道 巧了 他的贴身宫女 此刻就在屏风的另一侧 朕将他叫来 你只管问 不等我反应 叫不声便传了过来 紧接着 我便看到了先后进来的两人 皇帝看了眼我的衣裳 猝了下眉 然后招手道 你过来 同他讲讲 你家主子的事 我走到他们面前 却迟迟没有开口 风月夜看着我 眸光微凝 此时无声盛有声 皇帝突然冷笑一声 眼眸深邃地盯着我 一字一句地问 朕让你说 为何不开口 我咬牙 跪了下来 陛下 其实 皇帝突然打断了我 滚出去 我只能起身 快要出门时 风月却突然叫住了我 泱泱 我顿步 他沉声道 没什么 我在外头等了很久 风月才从里头出来 众目睽睽之下 他并没有同我说话 便离开了 我跪在外头 头垂得很低 很久后 视线内才出现一脚 绣着沧海龙腾的衣袍 他掌权多年 城府极深 此刻 却像是被气笑一般 慢声问道 沈阳 我扣手 是 他择了一声 进来 我跟在他身后 走进去 府一踏进殿门 便被人挑起了下巴 皇帝的声音 隐含怒意 你可知道 自己犯了欺君之罪 我迎着他的目光 正欲开口 他却已经冷笑起来 吐字如刀 不如让朕来替你解释 那日 你穿着宫女的衣裳 偶然撞见了朕 你认为 此后都不会同朕 有任何来往 又害怕朕问其你 雨夜外出的缘由 便索性将错就错 是也不是 我点头 回他 是 那好 朕问你 你那日去见了谁 是风月的人 他紧盯着我 不放过我脸上的 任何一丝神情 我轻声解释 是宁品 臣妾同他有救 那日私底下去找他 也是想寻他帮忙 陛下若不信 大可去问他 皇帝不知道信没信 手下的力道 突然松了些 神情也不像方才 那样凝重 什么忙 我小声道 这些年来 臣妾过得如何 陛下心中应当有数 他挑眉 道 哦 臣妾想向他借些银子 这回 皇帝真的笑出了声 他悠悠道 要钱 甚至要权 你来寻朕 岂不是更简单 我被吓到 跪倒在地 他居高临下地看我 好半晌 才猴头滚动着 吃笑一声 可惜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你来之前 朕已经答应 要将你许给风月 他用军功交换 不要金银 不要田地 只求朕免了你的欺君之罪 这样看来 倒是朕捡了个大便宜 两个月后 便是出宫的日子 你走吧 君无戏言 三年前如此 如今亦是 我跟风月 在这之前 其实只见过两面 第一面 他年少潦倒 差点病死在街上 是我为他请了大夫 后来 便是我进宫前夕 他已经在边疆 闯出一番天地 千里迢迢赶回来 同我说了一句珍重 祝我将来能做人上人 还将孙太医留给了我 未曾料到 如今再见 我困守功成 潦倒落魄 他为及人臣 以军功为倚仗 免了我的罪责 我没有想到 他会为我走到这一步 更没想过 孙太医口中所说 能带我出宫的法子 是这个 我跪在皇帝面前 提起云雾 道 他已经到了出宫的年纪 可这次出宫的名册上 却没有他 皇帝将我扶起来 注视着我 眸光犀利而忧深 像是要望进我的心里去 你以为 他的名字 为何没在名册上 是因为我 因为先前的三面之缘 雨夜出狱 深夜叩门 月下闲谈 他有私心 想将我留在身边 这才愿意放沈阳出宫 全了那时 我口中的主仆情分 寄计深宫里 他叹了口气 罢了 一个宫女而已 朕明日让人 将她的名字添上 当夜 内务府便往洛霞宣 送了许多东西 好在人人都知道 我快要离宫了 对此并没有投入太多目光 唯有宁婷 借此机会 也送了些首饰过来 让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娘娘说了 从今往后 你们便两清了 当年 若非他在公道上 推了我一把 我便不会在众人面前冲 撞到贵妃 人心险恶 事事无常 多年之后 我又用此事要挟 让他在皇帝面前 帮我圆了谎 我点头 好 我私底下找到孙太医 让他替我向风月带了一句话 取我之事 是你吃了亏 若你此时后悔 或许还有转环的余地 隔了两日 孙太医将风月的回信带到 他说 不亏 不悔 红墙黄瓦 月落闲街 眼看着祭祀的日子快到了 宫里又开始忙了起来 这回 我倒没法夺揽了 因着我先前 给宁贫秀的平安符 得了皇帝的奖赏 贵妃下了令 让我再给皇帝和后妃们 都秀一个 为此 她专门将我照了过去 我一进去 便不知被谁绊了一下 掌心磕到地上 划了道口子 贵妃斜躺在美人榻上 诗诗然让我起身 像是没看到一般 感叹道 本宫自认美貌 却仍旧不得不承认 你生得极好看 可惜 要明珠蒙尘了 以后出了宫 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好生珍惜这最后 两个月的好光景吧 我并未辩驳 亦不见恼怒 强忍着痛 道 是 其实也能想得通 这几日 宫里都传遍了 说我同宁平多年相交 姐妹情深 我还找她借过银子 宁平怀了孕 贵妃心中不快 又在她那碰了臂 自然是要将气撒出来的 我从贵妃的宫中出来时 正好碰上了皇帝 她身后的内侍 还捧着要送给贵妃的珍宝 一行人从我身侧走过时 皇帝目不斜视 并未多给我一个眼神 直到我又走出了几步 才听后头 响起一道声音 在外头等着 短短几个字 却透着不容质疑 我以为自己会等很久 就像三年前 我跪在贵妃宫外 脸被扇得红肿 皇帝从我的身侧走过 忙着去安抚贵妃 她哄着她 哄了三个时辰 最后才终于轻飘飘地发了话 让人将我遣到她看不见的地方 可这次 我只等了一会 皇帝便出来了 她站在我面前 道 跟着朕 跟着跟着 我便发现 不知何时 皇帝身边的人全都不见了 只有我们二人 我不由问了一句 陛下可是有事交代 她顿步 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一瞬 又瞥了眼我藏在袖中的手 道 拿出来 我迟疑地望了她一眼 皇帝不知从何处 拿了瓶药膏出来 有些不自然地吵道 不疼吗 拿出来 朕给你上药 我连忙推拒道 不必了 她却已经强硬地将我的手攥住 上起药来 她的动作不算温柔 却很轻 上完药 才沉着谋问我 这宫里的女人 个个都浇灌得很 掉根头发 都要到朕面前委屈 求朕连她 你道好 对朕避之不及 我望着她 将手正开 道 所以说 陛下对我 其实只是一时新鲜罢了 等我离开 陛下便再也不会想起我了 她默了半赏 你怎知 朕不是真的看上你了 心里有了你呢 我退后半步 道 臣女惶恐 不是臣妾 而是臣女 甚至 很快便会成为臣妇 皇帝一言不发 站在原地 唇角微微一翘 眸光锐利 你现在这样 是笃定了 朕会放你走 我醋眉 末然片刻 道 陛下是九五之尊 自然说话算话 日头洒在绿色的琉璃瓦上 风轻轻扬起 带起柳叶 映照在宫墙上 一向高高在上 俱傲隐忍的皇帝 看着眼前人 忽而就开始悔恨 天子一诺 万山难阻 可是 凭什么呢 他又不是圣人 为何便不能偶尔 随心所欲一次 不能给自己后悔的余地 这些日子 我得了赏赐 手里也宽裕了些 御膳房那边送来的东西 便比从前好了很多 可这日 云雾去御膳房 取膳食的时候 却和徐杰瑜身边的 大宫女撞上了 徐杰瑜前些日子 才得了宠 正是心气高的时候 手底下的人 自然也仗势欺人起来 非说云雾 拿了他们宫里的东西 谁不知道 你家主子 马上就要被送出宫了 又没什么家事 哪配得上吃这些东西 云雾气不过 便和人吵了起来 徐杰瑜知道以后 亲自带着人 来了一趟洛霞轩 他进来后 先是打量了一圈院子 然后趾高气扬地 看向我 看了一会突然笑了 当年众秀女一同入宫 为你的容貌最盛 未曾料到 如今再见你 居然会是这般光景 你手底下的宫女 冒发了本宫 将她交出来 本宫要好好制止她 这些年来 今日这样的事 并不算少 只是她亲自过来 还是头一回 或许是怕我走了 便再也没有来我面前 耀武扬威的机会了 说着 她便让身后的内侍 来压云雾 我护在前头 道 娘娘这是准备滥用私刑吗 她道 本宫是结余 你无品无皆 别说只是你手底下的宫女 本宫今日便是打了你 也无人会说本宫半句不是 说着 她立声道 还不快些将人压走 推嗓中 我被推到了地上 云雾含着泪 都怪奴婢 不该争一时之气 徐婕宇冷笑一声 怪你 本宫看 应该怪你的主子 若非是她不争气 惹恼了贵妃娘娘 这三年来 洛霞轩也不会落到人人可期的地步 她的话音落下 院外却陡然传来一道声音 含着怒意 人人可期 若她的位分在你之上呢 你还敢如此吗 徐婕宇的身子一颤 不可置信地看着来人 喃喃道 陛下 皇帝的目光 在我的身上停留片刻 而后看向徐婕宇 这么喜欢仗势欺人 徐婕宇喊着泪 楚楚可怜 想往皇帝身上凑 却被他一把推开 出去 往后不准再来叨扰沈阳 徐婕宇文言 不敢再留 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皇帝走过来 却没看我 而是居高临下地望着云雾 这三年来 你主子受到的所有不平 所有冤屈 都细细到来 我连忙道 陛下 你这是 他伸出手来 轻轻握了下我的掌心 你进去 他没说完之前 你不许出来 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 眼看着日头西垂 凉风溅起 房门外 终于有人挑起了帘子 不久之前的雨夜 他也来过此处 只金贵地站在门边 不肯往里走一步 这次 却一步步 踏过这个 他曾嫌弃过的地方 走到我面前 揉着眉心 似乎有些苦闷 抱歉 我略作惶恐之态 看向他 陛下何故说出这样的话 他是这座工程的主人 他有什么错 与他的江山 与他的家历三千相比 我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他的一句话 不知道决定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 只不过我运气好 得以被他联系而已 公事昏暗 皇帝低谋看我 眉心微沉 朕方才在院中所说 是认真的 只要你想 只要你敢 朕今日便封你 我打断他 陛下 出宫的日子在即 民女不想多生事端 她的神情忽然正松 扯了扯唇角 终于回过神来 声线有些不稳 对 朕差点忘了 朕许诺贵妃在前 应允风月赐婚在后 你是要出宫的 这日以后 我便开始闭门不出 专心秀起平安符来 云雾告诉我 陛下回去以后 雷霆大怒 惩治了许多人 徐劫瑜连将三级 成了才人 就连贵妃也受了冷落 整整一个月 皇帝都没踏足过后宫 转眼便到了祭祀那日 我再一次见到风月 他穿着官袍 眉眼修长舒朗 飞色的衣摆如流云 衬得人 整个人极为冷淡 迎上我的目光时 却轻轻地笑了一下 如春花 如明月 不难想象 会有多少姑娘喜欢她 皇帝站在最前方 上完香后 忽然回头望了一眼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透着官面下的珍珠流 她的目光 在风月身上停了片刻 然后才移到 一众公妃这边 好半赏 才转过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 她登基早 如今不过二十有二 身材挺拔 持重端肃 是公妃们敬仰爱慕的君主 天下人眼中杀伐果断 说一不二的帝王 可我突然想起 五六年前的春夜码头 她其实还只是个 慈善以邪桥的温润郎君 隔着衣袖扶了我一把 轻笑道 姑娘 你也是来看花灯的 今夜人多 小心些 静告天地 日月星辰 既安且宁 敬拜下土之灵 当日夜里 我将绣好的平安符 送到各宫 祭祀才结束 公妃们都疲得厉害 自然不会有心思见我 事已 我只用在宫门口 将东西递进去 便成了 可走到皇帝的宫门外时 刘公公 却像是早就得了消息 知道我要来 直愣愣地在外头 候着 还给了我一件披风 道 陛下在里头 等着您呢 等我 我心中一紧 将披风系在身上 走了进去 皇帝坐在书案前 正在看奏折 听到动静 抬头看了我一眼 轻笑道 这披风很衬你 朕的眼光果然没错 我俯身谢恩 他走到我面前 将手中的折子递给我 道 看看 我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神情惶恐 他直着我的手 叹道 这是风月今日上的 请婚折子 他言辞懇切 用情颇深 眼看着就快到月底了 朕连回绝他的理由都没有 沈央 你说 朕该怎么办 说着 他逼近我 握住我的肩 饶有兴慰的开口 不如 你求求朕 怎么求 他勾唇 像后宫中的其他女人一样 讨好朕 取悦朕 沈央 朕的心有多软 全看清清本事 说着 他伸出手 猛地解开 我身上的披风 披风落地 他探向我身上 工庄的盘扣 我往后退了一步 道 陛下 你说过 这一生都不会宠信我 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冰冷的声线里 隐藏着一丝颤抖和不甘 朕如今后悔了 不成吗 今日看见你 同他相视而笑 朕悔得肠子都轻了 方才坐在这里 朕突然想到 你以后还要嫁给他 同床共枕 生儿育女 朕心里就难受得厉害 三年前 三年前 你就该是朕的女人 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却是说了句 毫不相干的话 臣女方才去给贵妃 送平安符的时候 听说她晚些时候 要过来给陛下 送自己亲手炖的汤 陛下不会辜负贵妃的心意 对吧 就像三年前一样 皇帝握紧身侧的拳头 许久之后 才气急开口 好 你好得很 此日 皇帝的赐婚圣旨 便传遍了皇宫内外 他特意许下恩典 准我在皇宫代驾 还给了我县主的身份 这么一来 我住在宫中的这些年 便顺理成章起来 似乎人人都忘了 我曾是皇帝的公妃 封月手握兵权 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 因此 一夜之间 我的洛霞轩 便被堆满了礼物 风月的聘礼也送来了 云雾高兴极了 将那些东西数了一遍又一遍 像是在确定什么一样 最后红着眼眶问我 真好 姑娘 这辈子还能看你穿一次嫁衣 这确实令人唏嘘 可我明白 这对我来说 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 三年冷遇 足够让我看清 我其实并不愿意做后宫的任何一个女人 贵妃同她请起年少 到如今 还不是消耗殆尽 她擦着她的眼泪 珍惜她的帕子 心里或许只是在想 贵妃的母族 何时才能倒台 她演得好累 宁平怀着黄寺 她却不见得 有多么欢喜 这个孩子的到来 至于别的柔妃 王贵人 徐杰瑜 他们自有他们的际遇 同我无关了 只因我明白 倘若我同旁人一般爱慕她 顺从她 她对我 绝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兴趣 我出嫁那日 皇帝来送我 嫁衣如火 她看在眼里 眉目微动 道 去吧 离她远一些 再也别回来 我向她行礼 她扶起我 她的手握紧我的胳膊 力道很重 最终只是缓缓松开了 转身之际 我听到她同孙公公的对话 陛下的眼光好 这嫁衣 当真是好看极了 皇帝似乎轻轻笑了下 慢条丝里道 好看吗 别人的 我突然想起 那日贵妃来之前 皇帝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若再回到三年前 朕不会许下那一诺 我嫁给风月的第二年 她带我南下游玩 回来的路上 我诊出了喜脉 与此同时 宫里也传出喜讯 皇帝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 宁平去年冬天生了个皇子 身子便一直没条理过来 皇帝不去看她 连带着大皇子也不受宠 最得宠的 反而是这个才出世的三公主 听闻生得粉雕欲酌 孝似其母 我没有见过三公主的生母 听说那是个民间女子 一入宫便被毒宠 占尽了风头 而很久以后 我才见到这位风头无两的宠妃 她的眉宇之间有些熟悉 至于像谁 我也说不清了 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贵妃的母家倒台 她被牵连 跟皇帝日渐疏远 自请入冷宫 因着此事 皇帝悲伤难意之下 据了百官提议 再开选秀的折子 没有人会关心 她的悲伤究竟是不是真的 朝臣们只会惋惜 暂时不能用自己的女儿妹妹 来讨好天子 后来许多年 后宫都没有再进过新人 终究是 孤寡君王继末朝堂朗 9个月 不断